是一個新媒體在比較豐富的時間 所以我們都放很多心機在社交媒體上 比如說Facebook、Twitter等等 如果大家還未加我們Facebook 大家可以搜尋Cleanair Network 這樣加我們Facebook 另外我們也會有一些活動 加聯話或者一些講座展覽等等不同的形式 去吸引市民去關心這個議題 大致上就是我們的工作 好像今天這個社區對談 之前我們也有搞過一些活動系的對談 但是今次來說 我們希望在未來一年 也會有一個系列去做一個交流 這個就是我們的頭炮 最後我想說 因為其實我們都是一個很小的環保團體 所以我們比如說要搞這些活動的時候 都可能要去租場等等 所以我們今天都準備了一個捐盤箱 希望大家可以多一些無區 事不宜遲了 或者我現在就將時間交給局長 可能局長跟我們說回 其實這幾年可能這個環境 很高興做一些什麼事 是這樣的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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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坐給朋友大家聽過 今天多謝阿森安排一個水區會談 我們裏面都是這份 大聲一點點 多一些直接和關心環境的朋友 溝通是對施政的方式 我相信這幾年或者一千年的感受 我覺得很多時候後共媒體 那些信息令人很直接很fractical地溝通 所以我們剛才八月八月 留下議員在放假 我們可以專心做一些正經的事 發掘了和市民的溝通 所以我們今天第二段日 上面我們都有類似的熟知 主共聯絡不同的NGO環境體 各個不同的認識 其實可以很明顯 我們在一個比較輕鬆的環境 大家想到一些意圖 我們今天不知道阿森要關注阿森在空氣 但是我們環境部 就可以說有幾個大的環境 所以我會講四個環境 都會講我們的南復順展 待會我們就全身可慾 將它講起就可以 講不完就可以 好的 我盡量清淡一點 多個時間大家可以曝露自己的心聲 好嗎 好 今天想講的四大議題就是 空氣以外就是這個 融合氣候變化 大家都有留意 今年年尾聯合博的公會 講氣候變化在巴黎 這個議題在近幾年 香港都講了很多 然後有自然保育和海水的質素 空氣呢 我們想任頭六幾個月 我們出走我們香港 第一份清新空氣力 是第一次有這樣的難度去香港 從現在開始到2020 成了一個目標 就是現在新定的AQO 一個提升的空氣質素指標 作為一個目標的時間表 就是到2020 我們有不同的方法 大致達致這個目標 所以有這個時間表路線圖 這些圖都簡單講了 我們是高官制下的 由車、船、延廠、跨機合作 到一些不是在路面的機械 即是在各位玩後 地盤、排放機器 我們都全線透過法例 或者是古人送私 或者是雙公制下去改善 那個圖的圖是多元的 我講幾個重點 譬如說 我們用一百五十多億 在幾年內淘汰 百萬多部這些老舊的 柴子充電車 這個是一個大的動作 就是重管制下 就是一個大的動作 反應是 來到現在 都是 在我們現時 是正面的 所以我們將最老舊的兩款 它跟我們來飛行車 很快 現在的反應 是在我們想中 是最順利的 另外 大家都可能聽過 在香港 其實車的排放 一路改善 電廠的排放是改善 變成 香港本地的污染源 最大 變成是船 所以看到英豪 因為我們本地有個 高潰委頭在排充 另外深圳 就是上次最大的科技 所以變成了我們的景體 而言 受船的排放的影響 是最大的 我們就 立了兩條例 在過去 一年和今年的生效 第一條例 是將香港 船運的營業 提升科學標準很多 第二條例 就是今年七月一日 開始生效 香港就是全亞洲 第一個城市 有強制這些大洋船 客人轉有的規定 這個是重要的 不單止對香港來說 是怎樣向外界 他們怎樣思考改善 所以我們香港始終 必須立即的示範促動 是能夠領袖羊的一個效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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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方面 除了淘汰那些舊的貨車 我們有些叫 Priot Green Transport Fund 都是不同的 新能的車 第一個造物點 在香港來說 應該的聚焦就是 公共交易 即是巴士 包括機車 小巴 這些是最重要的一個改變 因為這個公義物 公司車的排放 其實公交是最大的 會影響一般市民路面的感受 但是話說如此 坦白說 香港最重要的巴士 都是雙程巴士 正如我們巴士的 整體的專門巴士九成 他們要 食客量、食多門 要上車路、下車路 又要開冷氣 所以這個這樣 這麼高規格的要求 對於一些電共巴士的 公用商來說 就是世界上最嚴厲的 雖然香港 雖然香港 雖然來說 不是最大的市場 怎樣能夠 補了一個軟營呢 陳希鶴在上海政府 有一個圓景 就說希望 我們來的專門巴士 循環營 繼續專門排放 定了一個圓景 但是實際上 怎樣能夠在科技 那個 一路軟化的改成 怎樣能夠補了 這個是不目標自 但是呢 我們都知道了 五多間巴士公司 是前後 幾十部的這些 國內的電動巴士 是今年陸續 是適合的 另外現在 他們的圖 上面 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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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人特的巴士 都是可以減少一些 控制 另外 私家車 私家車 私家車這裡 有兩難的 第一 我們不想 鼓勵太多私家車 同時 我們想鼓勵 如果有機會 私家車去買車的話 都希望用這個EB 所以我們現在最近的 做法就是 現時 那些哈密卡 都可以有 我們那個 年過首次得的稅 我們 駱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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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駱 才可以拿到這個 稅殼的優惠 特別是鼓勵 這個 路均 另外一個 更加重要 是說 近這一年度 多了不同的車種 歐洲 日本 有不同種類的EB 私家車 給了香港的市場 所以你看到 那個